我刚刚下载下来的内容呢 是不是有日期 有hits 有users 只有三个资料 如何增加第四个资料 或者是我现在分析完了 使用者 我想要分析 那个 例如说他使用什么工具 来去看我的网页 这个时候呢 你觉得 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用取用资料吗 更多里面 线上服务的这个GA 然后连接吗 答案不是的 在这个地方啊 我们应该哦 应该要用这个编辑查询 编辑查询 里面有一个资料来源设定 好 至少至少我们可以透过这个资料来源设定 来去增加资料 好 那我们现在先来观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编辑查询 先点这个编辑查询 这边是不是可以去 有加入了项目加入了这三项 对不对 好我们先关掉了 所以这边是不是有取得资料 这边是不是有编辑查询 因为我现在要直接加在这边第四栏 第五栏 所以要用编辑查询 可以吗 不可以用取得资料 取得资料它就变成新的一张资料表了 新的一个资料表格 新的一个资料表格 好 所以在这边编辑查询 编辑查询 可以吗 这一定要请各位记住 那编辑查询 这里面我们是不是有 一二三这三栏的资料 可不可以加入项目 可以 这边是不是就到了 刚刚那个画面 好 那加入画面这边的最下面 我是不是有 我们看一看要用什么呢 好 例如说网页好了 网页 点它 这边就是 可以看到说 它进入什么网页 它进入什么网页 这边 好 然后点选 确定 所以我是不是又加入了一个项目 可以 就是说 这一天呢 这两个人 他到 这一个网页 然后 这一天 这一个人 他到什么网页 可以吗 好 我只是大概要告诉你 有这样子一个内容 然后 我们现在如果全部都做完了 全部都做完了 以后 我们是不是就要关掉 然后他说 你是不是要立即套用 这个关闭 关闭 是不是就要把刚刚加入进来的项目 直接摆进去 摆在原本的资料表里面 是的 那你要稍微让电脑去处理一下 所以你在这边呢 是不是可以看到 这边有 Date Hit Page 跟User 我们来去看一下 是不是又多了一下 这边这个意思是说 11月20号 有一个使用者 他在这边点击 看了这一个网页 然后21号 21号 有两个使用者 这个使用者看了这一页 这个使用者看了这一页 可以知道我现在在说什么事 所以22号这边看了这些 好 依此类推 可以吗 那就提供给你们稍微参考一下 这件事情 那麻烦请你们现在 增加 增加资料是用首页 编辑查询 编辑查询 然后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加入项目 可以继续增加 我增加的项目是叫做 Page Page 这个叫做Page Tracking的意思 就是跟网页有关系的 那这个是平台 看他是用什么装置 进入到我们的网站 是在这个地方 好 所以我刚刚选择Page 底下的这个Page 可以哦 好 那就请你们 做完记得是直接关掉 做完是直接关掉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 做到这边 增加一个资料进去 不可以用取得资料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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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